现在在你面前的是一台V-A型的ACMO治疗仪器,也被称作静脉到动脉的体外膜养合治疗仪,简称液克膜。 你的左腿大腿根部最粗的骨静脉被内置了一条导管,你的静脉穴通过这条导管被引出。 你的静脉穴首先会到达一个叫血液泵的地方,它会模拟心脏的功能,形成动力,需使你的血液向管道一方流动。 此时血液流入预先充满了甘肃的管道,以避免因为循环轴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,以及轴部周围的沉淀而形成血栓。 然后你的血液会来到一个叫做人工肺的地方,它能将非氧合血,氧合成氧合血。 它外接一个氧气混合器,为你的血液提供含氧空气。 这个人工肺由数千捆直径只有0.01毫米的中空的气体交换膜构成。 气体交换膜与血液的接触面积大约在1-3平方米之间。 中空部分流动着混合了氧气和空气的气体,外部流动血液。 通过血液与内部气体之间产生的空气压力差,引发气体之间的交换,从而完成肺的功能。 最后你的血液会经过管道,回到你右腿大腿根部的动脉。 在接入ECMO后,因为新型肺炎,双肺失去功能后10天的你,又重新活了过来。 不要惊讶,早在1953年,一位叫吉本的医生就在心脏外科手术中实施了第一例体外循环。 让血液从静脉绕过心脏和肺,在体外的一台机器中进行养合,变成富含氧气的动脉穴之后,再回溯到大动脉中。 这样一来,就可以让心脏暂时歇功,在心脏上实施手术了,同时也不会影响身体器官的供养。 而且由于血液绕过了心肺,在实施手术时,也能避免大量的出血。 体外循环技术使得心脏呼吸骤停的病人,抢救成功的几率得到了很大提升。 但由于体外循环技术需要进行开胸手术,手术室和体外循环机的支持等诸多条件,它通常只能维持几小时。 随着技术的改进,终于在1972年,希尔医生使用改进的体外循环技术,治愈了一位年轻的呼吸衰竭患者。 在这次治疗中,体外循环维持了大约三天时间,这应该算是ECMO技术的第一次露面。 从此,这项技术就开始蓬勃地发展。 到今天,ECMO维持时间在一到两周,甚至有超过一百天的报道。 可以这么说,ECMO重新定义了死亡,并成为了我们与死神间最后一道屏障。 我们开始天真的幻想,有了ECMO,我们就可以突破生理限制,甚至向天再借五百年来活。 但现实是,任何医疗技术都存在并发症。 在临床中,ECMO应用的时间越长,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就越高,如出血,血栓,感染,神经系统,肝神功能损害等。 他们中的任何一项在严重时,都有可能直接结束你的生命。 但即便是这样,ECMO技术在医学上的意义和价值都无可估量。 也许不久的明天,它真的可以成为神之手,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。 虽然在今天,它甚至连一个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普通眼科医生的命都救不回来。